大家好,欢迎来到史前素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祖 生命的形态千奇百怪 不同的生物都有它们独特的生存之道 那些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生物 行走在阳光下 目之所及都是自己的口粮 而那些脆弱或低级的生物 只能躲在阴影之中苟活 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他人的盘子 人类是视觉动物 所以食物的外观和色彩 对于人们的食欲有着很大的影响 通常颜色鲜艳亮丽的食物 更容易吸引大家争相食用 而一些外形丑陋 甚至恶心的食物 往往让人避之不及 当然生活中总是不会缺少 勇于挑战的勇士 他们会身先士卒 去尝试不一样的食材和诡异的料理 带领着大家一起去挑战味蕾的极限 在温带和热带海洋地区 就有着这么一种奇特的生物 它们身体细长 呈现管状 长度可达180厘米以上 更是喜欢以码头边的木桩和木船为食 对渔民的船只设备 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它们叫做凿船呗 还有一个应景的别称 船驱 它们外形可能让许多人难以接受 但在当地却是人人争强的美食 船驱有着白色的宝壳 外形就像是巨大的蛆虫 人们首次发现这种奇特的生物 就是在木船的底部 以木材为食的船驱 经常啃食渔民的船板 质量再硬再厚的木头 也无法抵挡它们的步伐 导致许多水下木制建筑 和木船船体被掏空 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这也是船驱这个名字的由来 虽然这些驱看起来很恶心 但其实船驱并不是驱 从凿船呗这个名字 大家可以猜出来 它们是一种贝类 也就是海鲜 相比于海底那些长相 更为随心所欲的奇怪生物 船驱算是比较清秀的了 可能这样一想 对于船驱就不会那么难以下咽了 船驱拥有着极强的繁殖能力 每年能产500万以上的卵 而从孵化到性成熟 最快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 它们在当地人争相捕食食用的情况下 仍然数量繁多的原因 船驱在海中孵化后 会随着海水漂流 遇到木头便会附着上去 并开始钻木 船驱在钻入木头的时候 每分钟会旋转8到12次 并利用身上的壳 将木材磨下来 当成自身的食物 由于船驱长时间在木材中生活 且不断往木材深处挖掘 但是又需要和海水保持接触 获取氧气和水分 所以身体才会演变成细长的样子 身为贝类的它们 由于居住的木头 已经成为了最好的藏身之处 因此不用像其他贝类一样 依靠硬壳来保护自己 原先的硬壳也就慢慢的退化 变成身体末端处 一个极为细小的齿纹小贝壳 用来挖掘木材和堵住洞口 自然界中 咸有啃食石头的生物 除了一些微生物之外 大部分动物啃食石头的目的 都是为了帮助消化而已 比如大象 鸡 部分鸟类等等 但是近年来在菲律宾的阿巴坦河 发现了一种钻石头的船区 当地人也称它们为石石虫 它们与那些钻木头的船区完全不同 不但生活在河域中 还专门啃食石头 这种船区也是目前所知的 唯一啃食石头 并排泄出气杀的生物 当然它们并不是真的从石头上 获取养分 因为科学家们发现 所有的船区都是通过水中摄食和呼吸的 至于菲律宾的石石虫 为何会去啃食石头 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船区虽然像蠕虫一样柔软 却能对木制的码头木桩 和木船船体造成严重的破坏 船区最早被记录 是在公元前350年 当时古希腊和罗马人 都对它憎恨异常 又备受折磨 只能通过不断的更新和加固船体 来保证船只的安全 大约在3000多年前 更是使用了沥青和蜡等材料 涂抹在船底 来抵御船区的侵蚀 就连著名的哥伦布 在航海时都被他们逼得 不得不临时上岸维修 而船区最为牛逼的记录 可能要数改变欧洲的经济和军事走向 1588年 船区帮助英国击败了 当时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使得英国称霸了大西洋海域 而早期商业发达的荷兰主要是依靠商船来运送货物和交易的 但是码头以木头为主材料的荷兰 可是饱受船区的折磨 经常发生码头毁坏和沉船的事件 导致荷兰的船业和商业逐渐没落 而在1997年和2000年的美国 纽约的布鲁克林码头和缅因州的码头 也分别出现了莫名的坍塌事件 导致多人落水受伤 最终发现元凶就是船区 当然饱受船区困扰的渔民和研究人员 一直在想办法对付他们 除了沥青和蜡之外 他们还用牛皮铜板来包裹船体 虽然成本过于昂贵 甚至还尝试用高温和低温来灭杀船区 虽然效果不错 但是对于船体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 一直到近代 人们才开始采用化学方式来消灭船区 但在保护船只的同时 往往也污染了海洋 榴莲和臭豆腐是大家十分熟悉的美食 闻起来味道虽然不咋样 但吃起来是真的香啊 船区在人们眼中不但啃食木头和石头 造成大量的隐患 再加上他们那咸有人欣赏的长相 根本不会想着去食用它 然而在泰国和菲律宾等地 船区却是价格不菲的美食 每公斤的价格在1000泰铢左右 以当地人的收入水平 却仍然争相购买食用 可见船区在当地人受欢迎的程度 绝对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他们甚至会经常成群结队地 乘船到沼泽浮沫等 船区经常出没的地方 每当发现疑似藏有船区的浮沫时 便会将浮沫劈开 并拉出一条条细长的船区 比较大胆的人 甚至会用吸水将船区 简单地清洗一下 就直接生吃了 在他们的眼中 船区还是一种壮阳药 认为生吃的效果最好 除了生吃之外 船区也被他们做成了 各式各样的泰式黑暗料理 不论是油炸 快炒 汆烫等料理方式 在当地都相当地受欢迎 这么多人眼中难以处理的生物 却被东南亚的人民 简单粗暴地抑制住了 真是孙悟空借芭蕉扇 一物降一物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 他们吃这种虫子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罢了 全世界的各国人民 各个民族都有吃虫的历史 中国人也不例外 中国广东福建沿海的城市 吃的土笋洞 就是一种海肠类的生物 其形状也酷似虫子 至于真吃虫子 中国的菜谱中 也不乏竹躯这种生物 这种虫子是藏在竹子里面 专门偷吃竹笋的害虫 可是一到了中国人的餐桌 就变成了受人追捧的美食 人类既然已经成为了 这个星球的高等生物 有大把的食物可以吃 为什么还要对这些虫子 趋之若鹜呢 这就要从我们生活的环境 开始讲起了 纵观全球来看 其实吃虫子的国家 也多数集中在东南亚的地区 我们观察这些区域的地方特点 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 在古代 这些地方都是荒蛮之地 农业发展的落后 导致吃虫子 成了人们填饱肚子的无奈之举 人是必须要获得蛋白质的 但是这些地方的农业水平 不足以长期稳定的提供蛋白质 所以说 他们才会选择用 这种吃虫子的方式来补充 即便到了现在 农业水平十分发达 但是这种饮食习惯 也已经成为一种风俗 被继承下来 你别说 阿祖就吃过知了 蝉蛹 味道还真不错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还想了解 哪些世界上有趣的动物呢 视频下方留言告诉阿祖吧 当然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按一下小铃铛 这样每天都可以和阿祖一起 感叹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